谭古中的女孩名叫杨萍 今年21岁 随着她的指尖灵活的滑动 似乎一幅血液的山水画在慢慢展开 浓淡相见 意韵悠长 然而对演奏者杨萍来说 声音从她出生那天起就格外遥远 那时刚出生好像这孩子还住过宝文河 我天天啪嘎吵 这是我女儿 一打针她一直在疼 还一直在哭 我也当爸了 我也有女儿了 那这心情我没法用语言表达了 现在想也想也说不出那种天真热的感情 我女儿长大能干什么啊 我女儿长大得多漂亮啊 我被我女儿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啊 我只能够下 我就不能每月的扎下来 我也就给她 就是这种心情 杨萍的爸爸杨洪斌是一名下岗职工 妈妈张香美靠摆地摊补贴家用 两个人结婚八年之后 才等来了女儿杨萍的出生 小生命的到来 给这个普通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然而随着小杨萍慢慢长大 做父母的心里开始变得忐忑不安 怎么会热呢 原来女儿已经四岁了 却还不会说话 和她聊天 她也毫无反应 杨洪斌决定带着女儿去北京看病 他们相信北京的医生 一定会让孩子开口说话的 然而等待他们的 却是致命的一击 北京专家给出的结论是 小杨萍患有先天性 极重度神经性耳聋 右耳基本听不见 左耳又残语听力 就是说即便有火车在耳边 拉响了气笛呼啸而过 在小杨萍听起来 也仅仅像蚊子那样嗡嗡作响 这样的诊断 让这个曾经幸福的家庭 瞬间跌入到绝望的谷底 夫妻俩曾经抱有的所有希望 似乎在那一刻全部崩塌 看着熟睡当中的女儿 杨洪斌不停地流着眼泪 盼星星盼月亮 盼了八年才迎来了这么可爱的女儿 为何命运对她却如此的残酷呢 最后专家也给出了治疗方案 那就是植入人工电子耳窝 或者是佩戴助听器 然而这样的治疗 对于杨洪斌一家来说 简直就是奢望 因为在两千年 一个单侧的电子耳窝 就需要三十万元 这还不含手术费用 这无疑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啊